与神明电视和你在一起 哈喽 接下来请收看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随手一丢 生灵涂炭 好的 在海滩上是吧 我们马上赶到 小婷 赶快动起来 现在海滩 有一只搁浅的海豚 等待救援 啊 搁浅的海豚 哎呀 那可不能耽误 我们赶快去进行抢救吧 在海滩上 那只搁浅的海豚 非常的瘦弱 它已经奄奄一袭 民众正赶紧的 把海水泼到它身上 而它也在不停的挣扎着 不行啊 这样下去它会死掉的 动物保护机构的人 怎么还没来啊 在那里 来了来了 它们到了 你们总算到了 赶快想办法 将它送回海里吧 再晚一点 它可就会死掉的 嗯 这只海豚的身体状况 真是不太好 即便将它送回大海 也很难活下去 没错 我们还是将它赶紧送到我们那里 对它进行一下全面健康检查吧 就这样 这只搁浅的瘦弱海豚被送到了动物保护机构 并在那里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 检查结果让大家很是疑惑 它的身体状况基本上是健康良好的 体内也没有什么异常的病理 它没有病 这怎么可能啊 就是啊 你看它身体都瘦成什么样子了 一只健康的海豚怎么可能瘦成这样啊 可是检查结果你们也都看到了 它的身体根本就没有问题 只是营养不良 那又是什么原因造成它营养不良呢 对了 你们有没有对它的胃进行检查呢 胃部检查正在做 应该马上就有结果出来了 原因找到了 原因找到了 结果出来了 原因是什么呢 在它的胃里有异物 是什么异物 不知道 不过我敢肯定 它现在的这种情况 就是因为胃里的那团异物 这样说来 只能赶快帮它进行手术了 就这样 医生们对这只海豚 进行了手术 结果从它的胃里 取出了一只完好无损的橡胶手套 和两个口罩 天哪 这些东西它是怎么吃进去的呢 你们看 就是这根铁丝将它的胃壁割伤 可怜的海豚 不知道是在哪一天 饥饿的它 开心地以为找到了可以活下去的食物 谁知道吃下去的东西 却要了它的命 是啊 它的胃用尽了胃液 想要去消化它们 奈何无济于事 口罩里用来固定鼻梁的铁丝露了出来 并在其胃壁上划出伤口 直到它的胃彻底罢工 或许这只海豚知道只有人类才能救它 所以便被冲到了海滩上寻求帮助 这么说这只海豚之所以搁浅在海滩 那是为了求救啊 或许它真是一只通人性的海豚啊 可是却因为人类随意丢弃的口罩 差点丧命 我想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 口罩将成为野生动物很大的杀手 2020年 新冠肺炎突如其来的爆发 随着疫情形势的严峻 全世界都在呼吁把口罩戴上 我们对口罩的使用量 甚至达到了每天好几亿个 讽刺的是 当它们成为人类的救星之时 也成了其他动物的杀手 我们带的食物太少了 根本不够这些猴子吃啊 是啊 受疫情影响 来山里的游客减少了很多 要是按照以往 游客们的食物就足以让他们吃饱了 你看 真的没有了 众猴子看着空空的口袋 显得非常失望 这时候 小猴子开始在周围搜寻着食物 突然 他看到了一个口罩 于是便跑了过去 捡了起来 往嘴里塞 哎呀 你看 那这小猴子在咬口罩呢 他这是饿了吗 不管是因为饿了 还是好奇 他这样做太危险了 难道你是怕这些猴子 也感染上病毒吗 且不说 有没有感染病毒的危险 这些口罩的袋子和钢丝 随时都可能勒住 或化伤他们 要了他们的命 哎 小猴子 快扔掉它 那东西不好吃 快扔掉吧 喂 别跑啊 快留下口罩 希望它 不要吃掉那个口罩 我们得赶快清理一下 遗留在这里的那些口罩 否则早晚 会有猴子为此丧命的 嗯 好的 我们快来清理吧 人类随意丢弃的口罩 正在变成很多动物的噩梦 已经有一些鸟类 被口罩袋子 缠住了双脚 不能动弹 小婷 快过来帮忙下 这里有一只被困的海鸥 小婷听后 快速地跑了过来 只见灌木丛中 一只海鸥的双腿 被口罩的袋子缠住 而那个口罩 则缠绕在灌木之上 他看到有人 朝自己这里过来后 惊慌地不停地拍打着翅膀 好了 不要害怕 我们是来救你的 看来他被困在这里 有一段时间了 是啊 如果不是你及时发现 那等待他的 又是一场绝望的死亡 人类这么随手一丢 对动物们造成多大的伤害啊 有资料统计 2020年 共有超过15亿个废弃口罩 流入海洋 而这些口罩 需要450年 才能分解 它们入侵大海 潜伏在深海中 污染着海洋生态 掠夺着海洋生物的生命 在海底 一只螃蟹被口罩缠住了脚 潜入水中的工作人员 伸手将其从口罩上解救了下来 一只章鱼被口罩完全覆盖包裹 小婷伸手将口罩取下 将它解救出来 这时候 小灰和小婷看到海水中又悬浮着几个口罩 它们看上去就像一个个水母一般 这些口罩悬浮在海中 看上去就像水母啊 这样一来搞不好会被海洋动物误食的 不好 它不会真的把那个口罩当成了水母 进而想要吃掉吧 那只海龟一边朝那口罩游去 一边张开了嘴巴 小灰急忙地游了过去 一把将口罩抓起塞进了随身携带的袋子里 海龟看见快到嘴的食物被抢走后 便转身继续去寻找别的食物了 真是好险啊 如果它把这口罩吞进肚子里 可就糟了 怎么搞的 我们这一年没有消灭病毒 反而成功地又制造了一种青形海洋垃圾 是啊 瞧瞧那些被口罩缠住的可怜动物 如果没有人类的帮助 它们根本没有办法摆脱那些口罩 能遇到帮助它们的好心人 那是幸运 遇不到便是一生的痛苦 直至生命枯竭那一天 没错 不过最可怜的还是那些务实口罩的动物 这些口罩足以要了它们的命 听说在巴西的海滩 不断有企鹅的尸体被冲上岸 而导致它们丧命的 正是人类随手丢下的小小的口罩 误食了人类遗弃的口罩 不但能让企鹅丢掉性命 就连鲸鱼也难以幸免 这些可恶的口罩 害死了多少动物啊 口罩不是原罪 把它们随意丢弃的人类才是 大帝给予人类是物质的精华 而最后 它从人们那里得到的回赠 永远是这些物质的垃圾 以至于让地球多处净土 满目疮痍 让无数地球生灵 挣扎着死去 它的肚子里一定填满了垃圾 得赶快进行手术才行 怎么 它也误使了垃圾 没错 可怜的家伙 你们永远无法想象在它的肚子里 究竟吃进去了多少垃圾 手术 手术结束了 手术失败了 啊 失败了 你看 它肚子里都装满了什么 天啊 它怎么会吃下那么多垃圾 我们生活制造的每一样垃圾 都成了压垃它的最后一根稻草 人类随手丢弃的垃圾 让多少生灵惨遭涂炭啊 它们没有人类聪明 分辨不出哪些东西能吃 哪些东西不能吃 烟头被鸟妈妈当作食物 喂进了雏鸟的嘴里 塑胶带被海洋的鱼类 当成水母吃进肚子里 这样下去 我们人类早晚会收到报应的 或许是因为人类制作许多垃圾的缘故 最近从很多动物体内 检验出各类病毒 它们正在以各种形式 在很多个国家疯狂变异 若我们仍把最初 人与自然共生的思考 抛却在了脑后的话 谁也无法预料 未来的某一天 自然会以怎样的形式 还给人类 人类的随手一丢 让生灵涂炭 环境恶化 这就像煽动翅膀的蝴蝶一样 看似不起眼的一个举动 很可能掀起的是一场海啸 没错 我们现在不是继承了父辈的地球 而是借用了儿孙的地球啊 怀念的小八哥 在村口的一棵大树上 有一个鸟巢 那里面住着一只八哥 从八哥开始在巢里产蛋的时候 小海和表哥俩便注意到他了 表哥 你说会送我一只小八哥 是真的吗 当然啦 等小八哥孵化出来 我就去掏下来 你放心 我一定会送你一只的 是吗 那真是太好了 几天后 鸟巢里的小八哥孵化了出来 小海和表哥看着他们一天天的长大了 他们在等待 这些小八哥长大一些再下手 表哥 小八哥已经不小了 应该能养活 我们是不是该抓他们呢 是啊 再不抓他们的话 可就会飞走了 可不是嘛 表哥 你今天就把他们抓下来吧 好吧 今天我就把他们给抓下来 说完 他开始往树上爬 小海则在树下仰着头看着表哥 一步步逼近鸟巢 鸟巢里 三只小八哥正在那里相互梳理着羽毛 八哥 我来了 表哥 八哥妈妈回来了 小心啊 哎呀 不好 八哥妈妈一次次的朝着表哥冲去 用嘴啄着他 用翅膀拍打着他 而表哥则紧紧的抱着树 表哥 你快下来吧 没事的 一只小鸟伤不了我的 我马上就能抓到他们了 太棒了 小八哥 你们是我的了 这位哀伤的母亲彻底绝望了 她没有勇气 眼睁睁地看着掠夺者的手 伸向无助的孩子 八哥妈妈发出一声悲叫 然后在空中盘旋了几圈后 飞走了 咦 他怎么飞走了 而树上的表哥则兴奋地将鸟窝里的小八哥 一只只地掏了出来 放进身上的背包里 然后飞快地从树上滑落下来 表哥 怎么样 小八哥全部都抓到了吗 你看 三只小八哥 表哥 你说过会送我一只的 当然啦 这只小八哥是你的啦 谢谢 好可爱的小八哥 小八哥 快叫啊 叫啊 小海 你这是从哪里弄来的小八哥 表哥刚从村口那棵树上掏回来的 你们这两个调皮的孩子 怎么能掏鸟窝 他的妈妈失去了孩子 会有多伤心啊 是哦 他当时真的很伤心 奶奶 那怎么办呢 我把这只小八哥送回去吧 自己的窝被掏了 成鸟是不会再回到那里的 如果你将它送回去 那只会活活饿死的 现在既然已经这样了 我们就留下来养着吧 嗯 我会好好照顾它的 就这样 这只小八哥留在了小海家里 奶奶还为其作为一个笼子 并将它那见风的羽毛给剪掉一些 小八哥 快吃吧 你尝尝 很好吃的 它怎么什么东西都不吃啊 奶奶 都怪你 你不该将它的羽毛给剪掉 如果不剪些羽毛的话 它会飞走的 可是现在它生气了 不吃东西 这下该如何是好呢 没关系 让我来吧 小家伙 该吃饭了 吃饱饭 才能长大 它吃了 它吃了 奶奶 还是你有办法 慢慢吃 奶奶 你好厉害啊 自从小八哥来到家里 小海每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看看它 喂它 小八哥在悉心照顾下 一天天的长大了 小海 你抓这些虫子做什么 回去喂我的小八哥啊 小海 它吃你喂的食物吗 当然了 虽然一开始的时候 它对我有点不习惯 不过现在 它已经和我成为朋友了 院子里 奶奶正撒一些稻穀 喂着院子里的鸡群 而那只小八哥 也在鸡群里着食着 回来的小海大吃一惊 它急忙跑过去 一下子抓住小八哥 奶奶 你怎么能把它从笼子里放出来啊 放出来怎么了 不能总是把它关在笼子里啊 你问问它 看是否乐意 常常待在里面 那你也不能让它和小鸡在一起啊 万一它变得和小鸡一样 可怎么办呢 家里的小猫小狗 还和小鸡在一起吃呢 怎么没看到 它们变得和小鸡一样啊 小海 你放心 有我看着小八哥 它不会有事的 或许奶奶是对的 现在它比在笼子里开心多了 走 小海 带着小八哥去我们的园子 奶奶 它的羽毛已经长出来了 到了外面 要是飞走了就糟糕的 放心好了 它现在已经舍不得离开我们了 奶奶说的没错 小八哥已经将小海和奶奶当成了他的亲人 来到菜园后 他一直站在小海的肩膀 兴奋地四下看着 并没有要飞走的意思 奶奶 他真的不愿离开我们呢 当然了 我说的没错吧 小家伙 园子里有很多害虫 赶快去吃吧 它们可是你的美味呢 奶奶 小八哥不见了 怎么办啊 孩子 他跑不了的 别着急 回来了 小八哥 你跑到哪里去了 吓坏我了 小海 你的小八哥都还活着 当然了 表哥 你的那两只呢 别提了 它们都死掉了 对了 小海 你知道八哥会说人话吗 我当然知道 我一直想让他学说话 那样的话 我就可以和他聊天了 可是我教了他好久 他却还是一句话都不会说呢 你这样教他 哪里能说话 那我该如何教呢 要想让他说话 得用剪刀将他的舌头进行修剪 那不行 谁也不能随便动他一下 更何况是他的舌头 难道你不想让他说话了 你不是一直想和他聊天吗 我可以学八哥说话的 即便没有办法和他聊天 我也不会让你剪他的舌头 你怎么可能学八哥说话 小海 其实语言不通又有什么关系 你和小八哥的心是通的就可以了 嗯 奶奶说的对 正如奶奶所说 语言根本就不是障碍 小八哥每天都会飞出去玩耍觅食 到了傍晚 他便会自己飞回家 小八哥回来了 小八哥 你今天又到哪里去玩了 是吗 虽然我听不懂你的话 不过我知道你一定玩得很开心 是不是在外面交到了新朋友呢 小八哥 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这样吧 明天周日 我不上学 我跟你一起去玩吧 第二天 小海便跟着小八哥来到了家外 当他们来到一片树林边缘的时候 小八哥兴奋地一下子冲了进去 原来他是在这里结交了新朋友啊 好吧 你在里面玩 我就在这儿看火书等你 小海说着便来到了一棵树下坐了下来 然后看起了书 小八哥不时飞出来 在小海身边盘旋几圈 好了 你自己进去玩 我要是进去的话 会把你的那些朋友吓跑的 你去吧 我有点困 想要打个盹 小八哥像是听懂似的 又飞进了树林 而小海 则靠在树上打起盹来 没多久 一条蛇 从茂密的树叶中探出头来 它一边吐着舌头 一边朝小海那里过去 而小海此时依旧在睡着觉 丝毫没有觉察到危险 那条蛇一下子将尾巴吊在树枝上 然后昂着头朝着树下的小海 不停地吐着舌头 这时候小八哥刚从树林里飞了出来 他看到这一幕后大惊 急忙大叫着朝那条蛇飞去 蛇愣了一下 急忙卷起身体 当小八哥冲过来时 那蛇快速张开嘴向前一冲 一下子咬住了飞过来的小八哥 小八哥惨叫一声 然后奋力挣扎 小八哥 可恶的蛇 快松口 快松口 赶快走开 小八哥你怎么了 小八哥你别吓我 小八哥我的小八哥 谢谢你救了我 小八哥你的朋友都在这里 以后就可以天天和他们在一起 歌唱玩耍了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 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佛教慈悲至夜花莲分会 端午佳节前夕 起见大佛顶首嫩言三昧法会 恭请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 日期6月16日17日 恭送大佛顶首嫩言经 6月18日礼拜三昧水灿 消灾超见点灯供水 要供护身即甘露失时 时间每日上午8点半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邀菩萨参与询席 同瞻法医共募福恩 佛教慈悲至夜基金会 台南分会 2023年正式开启 药师祈福灯 欢迎台南地区大德 为重病者点一盏药师灯 尽请清零分会登记 不受理电话网络报名 联络电话 06271 6616 06271 6616 或06271 6612 06271 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345号 有效人间宜兰先行 由宜兰县校清尊师联盟发起 加北部塞卡活动 14日 甲国立苏澳高级海市水产职业学校举行 一年一度的清恩活动 获得众多青睐和参与 宜兰县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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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來這個洞口來搖出我們再搖第二次水 由我們的背部 由我們的公安嬤來祈禱 祝他們能夠身體健康平安順序 所以說我們的宜蘭 默默大家的宜蘭人 默默大家在支持 在參與 在推動 已經可以說偏文文 偏文文文文 這是我們宜蘭人 偏文心鐺就是我們想過的一個品牌 最好要一起感謝所有電話的來賓 所有思雷自己的喜慄 我們的長親父母媽媽 �lt通 相互交換給他們送教 謝謝各位 謝謝過來 百瀒肖繪仙這項型象活動 今年已邁入第十六年 每年在母親節當天 都会号召孝亲家庭 一起为父母亲洗脚 透过双手触摸及按摩 父母亲纳厚简的双脚 感念父母亲对家庭的付出 并感谢亲恩同娘孝道 提醒为人子女对父母亲行孝要继续 并把握爱的时光 中华电信特别提供5G行动机地台 透过WiFi网络视讯 在母亲节这个温馨日子 让孝行没有距离 国教慈悲置业也加入行业 并提供有机百米四百包与主办单位 为孝行增添一份心力 咖啡布西卡让处处充满爱与感谢 发挥笑形的美好典范 希望活动能继续迈进 同时创造宜兰孝亲感恩的优良典范 博教慈悲置业宜兰采访报导 前世贪心又令舍 今生贫穷 滚 臭乞丐死到别处去 动作这么慢 要死啦 谢谢老板 贪心又令舍 下背穷一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